hello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继续带来一款 来自于我们的Stinking Party的一个智能粘土 它呢是能够在晚上发夜光的一个智能粘土 同时呢还会附送给我们小朋友呢 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眼珠 然后这个眼睛呢是一个这种Professor 是一个这种教授 可以模仿我们教授的一个小脸 我们今天呢就是想先跟小朋友做个开箱那个展示 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是想看到更多的视频 直接可以给我们频道一个订阅 我们每天每周都会有最新视频的一个推出 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呢是最好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 是在我们的爸爸妈妈的看护下 进行玩我们这个智能粘土 因为它的这个智能粘土呢是不能够实用的 所以呢小朋友千万千万不能把它放进我们的嘴巴里面 嗯它这个Thinking Party呢它是有像普通智能粘土一样的特性 我们等会儿可以过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有那些特性 比如说弹弹弹搓上小球 看是不是能够给它拉扯断 嗯看起来这个小盒子呢非常的可爱 一个非常扎实的铁皮盒 嗯看起来 看起來呢是有一點點像我們的愛因斯坦 我們可以把它的塑料薄膜給它拿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一款藍色的Thinking Party智能黏土 給它拉伸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拉得非常的長呢 可以非常的柔韌柔韌性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給它拉斷會不會有個斷口出現也可以 那麼它就滿足我們第二個智能黏土的一個特性了 我們看一下它能不能做成一個小球讓它彈彈彈呢 也可以 就像我們的小的籃球一樣 是我們在這些小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来试一下看它会不会发夜光 好像也不行 我们需要的就是完全的黑掉了一个晚上 我们会在下期的视频呢 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个晚上夜光的一个测试 可以把它的眼睛呢给它放这边 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小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按钮 点赞和按赞 或者是想看到更多的视频 直接可以给我们一个订阅 下期再见 拜拜